Hello 各位小朋友 我是飞飞姐姐 我今天想和你们介绍 红色的思考方式 我等一下会介绍几本书给你们看 不过我们现在先看看 红色的思考方式是什么回事 红色的思考方式 其实我们大致上都可以说是 很情绪化去处理一些事件 好像他现在这样 多情绪化 而主观地想就是我以情绪行先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No 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看看有什么书可以看 包括叫做爱哭公主 这本书很有趣 但全部都是以情绪行先的书 第二本叫做非非生气了 第三本叫做我讨厌妈妈 第四本就是我为什么会疾导 这几本书都有关于红色的思考方式 如果小朋友想多了解的话 未来还有时间快点来荃湾大会堂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展览吧 拜拜